三连教科主 身体健康一夜暴富 这里是归零 刘亦飞的新戏你们看过没有 看过的扣一你们觉得怎么样 觉得烂的扣个二 觉得好的扣个三是吧 我觉得内娱完了是不是 看完了这个戏之后 我就觉得没有新人了 永远都是一帮子 不符合那个年龄段的人 来演这些小青年的故事 也不管他合不合适 你就看刘亦飞 明摆着他的眼神 已经没有那种灵动的劲了 还非要演一个22岁的小姑娘 就这么想要强占着这个流量 年轻人能出头才有鬼来 除非是一些资本 又推出了哪个干女儿 哪个小红颜是吧 要不然咱们的内娱 多少年没有出过草根上位的神话了 这次玫瑰的故事就很现实 明显的36岁的刘亦飞 演22岁的美术系女大学生 45岁的佟大尾 演30岁左右的大龄男青年 被戏称为中年偶像 马力苏魔幻巨制 一点都不为过 而且我们在这里就说 美国人刘亦飞 我在这一期 昨天初稿发布的时候 我对他很客气了 是不是 结果就这样 被他的那些小粉丝 喷得那叫一个力道 那么这一期 我更改了一下我的稿子 我们来延伸一下 就你们知道 你们的小仙女姐姐 为什么这么有话题度吗 难道真的是因为他美若天仙的容貌吗 不是 是因为他歪得不知道到哪去了的那个屁股 粉丝当然不在乎这个了 毕竟他们只看脸 他们也不去思考是吧 没有脑子 任何对美国人刘亦飞的质疑 都会被当成冒犯的 昨天还有不少人取关我的 是吧 大不了我就再加把火呗 我就跟路人说说这个 围棋少女刘亦飞是怎么一个事呗 你取关取关嘛 对不对 大不了我再冲击一下八十万嘛 刘亦飞曾经在北美宣传电影花木兰的时候 他接受采访 当众说过很喜欢围棋少女这部书 以及书的原作者 花木兰也很难看 而且还说原本让他出演围棋少女改编成的影视作品 并且他也很想演 也很向往那个女主角的角色 除此之外 刘亦飞还在2015年9月8日的时候 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发表了 和小说围棋少女作者合影的动态 并且配文说 迟到了八年的见面如此美好 感谢感恩 那么可以看到 你们的仙女姐姐 在自己很喜欢的东西面前 也是没有那么仙气飘飘 然而问题就在于 围棋少女这部书的内容 这部书采用了男女主双视角的叙述手法 讲了在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 一名女高中生爱上了小巴嘎君干的故事 问题是 现在有些人包括什么都工 都曾经为这本书不同程度的洗过白 大概意思就是由于这本书里面的是双视角叙述的 男主从头到尾都在美化自己的一方 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叙述 也就是小巴嘎方的态度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作者也从女性视角去批判了战争的丑恶呀 然后就说反对这部书的人就是一篇概全 断章取义 别有用心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并不是啊 对不对 我们说一部书通常只有一个中心思想 如果这本围棋少女真的是有反战思维 那就必须是通过第三视角去抨击 告诉读者男方小巴嘎的这个角度是错误的 或者是从女性的视角去批判小巴嘎侵略者的这个滔天罪行 然而这些原则性的东西都没有啊 反战思维与丑恶的军国主义思想平等的就这么描写出来了 那么第一 你作者就不觉得这个男主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如果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一想到那些曾经的民族灾难 那些大屠杀 你很难不会在作品中做出 对此做出相应的批判呀 除非你是莫言 你藏得住 所以当正确和错误的观点在一部作品里面 能够平等的对话 那这才是这部作品最大的问题 谁敢保证一些傻缺的读者 不会被作品中为家任何修饰的小巴嘎思想 给无形中的PUE了呢 而且真是好笑啊 没事的时候说谴责人家外来文化渗透 真遇到了这种立场性的问题了 因为你的主子是刘亦菲就这么放过了 所以问题就来了 当一个美国人刘亦菲去迷甚至跪舔一步 由法国国籍创作的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北京作协会员的 能撕开我们民族伤疤的所谓的曾经获过奖的作品 你真觉得没有问题吗 觉得没有问题的口意 觉得有问题的口感 显然的我们的社会其实没有一些人说的那么封闭呀 还整天说这个不能说 那个不能说的 你看像这样的作品 这样的所谓的偶像都很有市场 都没被封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 有的时候国籍不能说明一切 但国籍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了 同意的口意 所以有美国演员拍了一部原著小说就已经很炸裂的电视剧 你就说能没有争议才有鬼了 谁信啊 哦 现在各种卡着 捂嘴 那你捂得住吗 我觉得不见得 那么国籍我评价这部电视剧呀 能看 你演员好看 但是从浮化到与玛丽苏的剧情就可以看得出 这根本就不是一部所谓的年代爱情戏 而是一部就针对某些特定群体下猛要的魔幻玛丽苏剧制 因为它里边的行为有些是经不起推敲的 那有人说 那是你国籍接触的小了 谁说现实中就没有呢 那我一稿发布的时候就好多这样的弹幕 是吧 那我觉得你这就是纯抬杠 那现实中还有吃爸爸呢 为啥你不拍呢 那个更离奇 更有噱头 因为你知道这是错的吗 这是恶心的吗 所以你在影视剧中拍出来一些恶心的毁三观的离谱的剧情 本身就是在冲击了一些传统的真善美的价值观 你能说因为它真实为啥不能拍存在集合理 这简直就是流氓逻辑嘛 对吧 就好像目前好多影视剧都在说 为小三美化 是不是 但是你仔细想想 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行为 因为也在现实中存在 它真实 所以它就是正确的吗 所以 所谓的 我没见过 不代表没有 这种打真实牌的杠精 我跟你谈三观不正 你跟我说真实 那我只能送你一句 我丧走吧 终于把憋着的一口气撒了 是吧 昨晚上真憋死我了 那么我们说回这个电视剧 究竟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部集结了许多演戏好手的剧 我个人认为能看 但是别当真 这其实就是一部都市爽剧 跟龙奥天之类的 各大男主为题材的网络爽剧 没什么区别 无非就是个性转版的 这类题材套路都差不多 主角身世显贵 自己实力超群 周围危机四伏 一行都爱上了自己 就是满足你各种幻想 就把自己带入到这个 如果我有这么样的一个身份 我会怎么怎么的爽 就是这种剧 就是一个爽字就完了 你就是看这种剧 为了看各类演员 羊羊演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要细究里面的情节 大可不必 就这个剧啊 处处都是漏洞 那么本期我们结合 网友们评论的几个点 来讲讲这部剧吧 首先网友质疑最大的点 就是这个剧情老套恶俗 就是我刚才说的爽剧嘛 特别的凸显女主角的 这个美丽人设 直接用了所有男人 都会爱上他 被他吸引这样的强控戏码 这就很流氓呀 关键是这里面 真实的黄尹梅 与多位男子 保持着超友谊的情感关系 还有许多一见他 就为他着迷的路人 而可笑的是 仿佛主角也知道 自己有主角光环 自带魅惑技能一样 在他许多次 自己异想的片段中 也是自带重心统约的即时感 这是什么呀 这是自恋加不真实 这比他妈的红酒里面的优理还会用空呀 人家优理起码还得用个心灵控制器 来批量的控制人心 而黄一梅呢 露个脸男人就给跪了 玛丽苏到极致 其实当年我们怎么笑话那种 所有女人爱上我的霸道总裁套路 现在就应该一碗水断屏的 对待黄一梅的设定 对不对 关键是你要表现这个女主的美 你就好好表现嘛 结果她就直接来了个 极端邪护的周世辉 你想想您周世辉明明混的很不错 北京有车有房还有一个七年女友要领证了 不错吗 看起来是吧 是个有上进心还专一的深情男子 结果就跟黄一梅相处了几次之后 直接就被用空了 好家伙 本来要跟对象领证的 这证也不领了 逃了 也不顾什么婚宴订好了 房子装修好了 亲戚朋友都通知了 关键邪护的是 他就不讲逻辑呀 是吧 周世辉是个渣男 但你说黄一梅是个马路苏也就罢了 你明知道人家有对象 你逼嫌好不好呀 不 明知道周世辉即将结婚 还不和对方保持距离 接受了人家的邀请 吃饭和咖啡 当对方送上手链礼物时 他肯定知道对方是钟情自己 但是也并没有一种词言的拒绝 警告提醒 反而是继续纵容对方 深陷泥潭 我甚至都怀疑这部剧的作者有严重的艳难情节呀 这个剧里的所有男性几乎没有一个好东西了吧 都有这样或者那样令人窒息的毛病 哇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 全员恶人嘛 还有人家黄一梅的妈妈都提醒他了 一定要离得这些对你有意思的人远一点 听不出了 那都是普通朋友嘛 你要是不喜欢人家就趁早说清楚 划清界限 都什么年代了还划清界限呀 女孩子要自爱 凭什么要求女孩自爱呀 怎么没人让男的自爱呀 成天跟苍蝇似的围着人转赶都赶走 然后他都觉得无所谓呀 然后会照约人照剧 这不典型呢 这叼着嘛 你看他虽然一直在拒绝 但是他没把话说死呀 给人留余地呀 虽然周世辉这个人好像有了大病一样 我越看越恶心 一直在硬提 我就不信你呸完了他 你骂完了他 你拿鞋底子胡他 你说你一个快结婚的人 你老跟我在这逼逼啥 就这么决绝 他能继续缠你 他不啊 他留余地呀 他不知道避嫌呢 自古有言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所以周世辉这段看完了 许多人都弃剧了 这也不惊喜的哇 我就问赛看的各位女观众 你们遇到一个长得不那么帅啊 虽然有点小钱 但是长得确实也不那么帅 并太斑的一直黏糊你的时候 你是选择会义正词严的拒绝他呢 还是像咱家的玫瑰一样 吃吃喝喝 然后就不行不行 给人一流有异想呢 有几个人真觉得女孩子说不就是要呀 男的也要脸呢 然后注意的另外一个爆点 就是对女主二而不得的周世辉 被抛弃了 直接心灰一冷了 舍弃了打拼多年的事业 卖掉了比较的房子 直接舍弃理想回老家生活了 我靠挑战了 这你妈比优历还魔幻呀 优历的心灵控制塔毁了 被控制的人还能恢复自由啊 恢复自己的意识 被黄义没控制的人 就算梦破碎了 人就直接腿了 废了 妈呀 有这样的人才干嘛 还去跟美国打什么持久战呀 你直接派他去踏平美丽肩爆吗 精神控制老灯是吗 这时的扣个一 还有除了硬控之外 这部剧还有一个被质疑的点 就是这部剧情设定在01年的剧 里面的人物行为就这么open吗 啊 黄义没跟庄国栋 两个人一共才见了几色面呀 也没什么感情基础 就几条信息 几个电话的感情 一看到南方来机场接自己 这就不吃不住了 直接就上炕了 我操 01年这么开放的吗 咱就说啊 现在这个年轻人 对性这个问题相当的开放呀 就开放到有好多人要结婚了 都不敢去查开放记录的了 不敢去医院查一些敏感项目的程度 为啥呢 我从今不止一次的在节目里说了 不管男女都要自尊自爱 是不是啊 对自己对他人负责任 好家伙这撕心就炸了 说我是老封建 魏道士 活在上个世纪 我说我不反对婚前性行为 我只是反对烂交是吧 睡了这个睡那个 好家伙这被骂的 说什么 就非得是处女才行吗 而且我很纳闷的是 有一些这个姑娘 你跟你男朋友婚前性行为 我没说你什么呀 你跟着一块骂我干嘛呀 人家那些烂叫的骂我是因为我点破了他们的处境 他们卖不上劲去了 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权利 你们跟着骂我干什么呀 你们傻呀 我在这变相的是在维护你们的权益呀 我的天哪 我真的啊 其实我觉得啊 就是那种不爱的人啊 你们真没必要喷我 对一些男人来说 你们这种女人才是真正的那个肉身菩萨呀 你自己愿意不收费那是你自己的自由啊 你没必要在这跟我逼逼啊 你身上赵先生里周无证王 你闻了个百家项我都没意见啊 这是你自己的活法 我只是质疑你敢不敢对你未来的老公谈判 你跟多少个男人上过床 我说这些话 其实也不是说给那些好客的人听的 是吧 我是说给那些截身自好的男女听的 我很欣赏你们这种心理跟行为 在一个满是污浊的环境里面 你们还能保持这份清醒 我给你们诉个大母歌 但是我就这么说 也架不住咱们的影视剧输出的 都是这些快餐式的爱情 快餐式的性爱观念 咱们的传统的礼仪廉池 就是敌不过西方所谓的开明式的性爱自由 甚至这种雨水之欢 被包装一下就成为了甜蜜的爱情 牛逼啊 多少小青年就是受了这一套 结果睡了怀了 或者就是没怀 总觉得不合适 但是已经尝过了禁果 最后这个男的不负责 纯属女的活受罪 电视剧当然不管这些了 你们爱看什么他们就拍什么 人家演员两个人睡一张床上 那是演的 人家演员自身啊 收了钱又不会怎么样 收出的东西反正是被你吸收的 吸收成什么德行 他才不管呢 觉得目前这个电视剧三观有严重问题的扣个一 觉得没有问题的扣个二 所以啊 你们要滚床单一点都不要紧 是吧 但是一定要保重床单上的干净整洁呀 除了女主 玛丽苏人设 以及混乱的爱情性爱观之外 网友对这部剧更质疑的点 是在于他完全无视职场生存反折 乱参情 一个职场新人 在新单位哪怕你家境很好 但是是不是得先夹起尾巴 先观望一段时间 对不对 可是黄一梅就跟自己知道自己是女主角一样 一路硬开挂 先是在面试时很高调 拽得很 看到素工生不像是面试官 黄一梅才是 然后你说你凭借着自信也好 才干也罢 进入工作了 你起码对得起 对你还行 又是你师父又是你上级的素工生吧 起码人家也在负责跟进这个项目 哎就不 你要那么委屈自己 怎么能对得起自己的主角光环呢 他就直接越急 越急跟猪猪饰眼的领导打交道 然后擅自参考 素工生去年的计划方案 模拟的写了一份今年的方案 不说写的怎么样 职场新人 这么快的暴露野心 锋芒毙露 这得是什么样的直属领导 能够容忍呢 所以说素工生 你真的好伟大呀 同意的扣一 然后这位实习生啊 直接就借着工作的名义 去谈恋爱了 对南方耍爱情小手段 南方成为了团队领导 主持开会 为了吸引南方的注意 黄一梅就各种唱反调 是吧 这他妈是开了上帝挂 知道人家南方喜欢自己吧 团队里面要是出了这么一个刺头 事事都唱反调 哪个领导能容你呀 所以那么觉得这部剧 职场描写不够真实的扣个一 职场新人呢 应该是什么呀 多看多听多做 切记多言 言多必识 结果黄一梅翻七道而行之 他五级就换了约三十套衣服呀 每套还都很有特点 很好看的呢 妆容妆造都是近些年来流行的 所以说流行是个圈嘛 但是也因此呀 这部剧的浮华道 被吐槽的很惨 你说除了这个女主角 每天上边打扮的光鲜亮丽 也就罢了 然后他打听 甚至是干预领导的私事 而且还是不好的私事 就这也没被开除 还增进感情了 好像你俩认识也没多久吧 而且黄一梅的硬控 不分男女 世人都爱黄一梅呀 想想也是 当周世辉的女友 上面都来堵她 就因为她不注重避嫌 而让周世辉 渣男原形毕露的时候 人家黄一梅 直接几句话 就让这个女友顿悟了 坚定的 绝兴了 我靠 你欧逼 爽剧就是爽 最后说一句 哪怕是给女主设定什么 书香门第 知识分子家庭的人设 但是 刘一飞的状态 与剧中22岁美术系 女大学生的状态 还是差了不少 她都36了 14岁的年龄差 其实已经能遗忘很多 属于22岁 那个岁数的状态了 刘一飞的表演 我个人觉得其实并没有什么属于22岁的那种青春气息 纯属就是演出来的吗 就是感觉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就跟我一样感觉的口味一 只能说呀 咱们内鱼什么时候能让什么岁数的演员去演什么岁数的角色 那 这个内鱼才能更好的良心发展 你也不希望看到这一批你演员老了之后要不留小庆的后尘吧 是吧 太大眼睛了 好那这就是郭玉玲整理的网友对于本剧的质疑 跟郭玉玲本人没有任何关系 毕竟这部剧吃的是粉丝盘 这几个人的粉丝相当多 我怕被人冲了 我最近被冲毁了 我还是推荐大家去看看这部剧的原版小说吧 听说这个三观更为炸裂 一键三连之后 我们下期再见